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辑叫mirrors 专辑的封面我选择自己画的 也没有去选择用一些包装更好的那一面去展示出来 我觉得有些时候很粗犷的好像第一稿的那种形态展示出来 我觉得可能更能代表那个作品的味道 mirrors里面有八首歌 八个不同的面 每个镜子都代表着自己通过痛苦或者一些感受 散发出来的一个体会 一种感觉 最大的困难就是混音的部分吧 因为有些时候混音的时候 混音的步骤其实也蛮复杂的 所以里面大概四五首歌是我做下来 跟混音是一些混的 混完以后再听的时候 可能过一两天听的时候又感觉又不一样了 再做调整 来来回来回二十几次 这也特别费劲 听到某一个阶段已经耳朵根本就分析不出来了 就没有这个判断能力了 蛮费劲的 有没有哪首歌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我觉得专辑里面每一首歌对我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因为是八个不同的感觉 而且这八个不同的感觉 都是歌曲跟歌曲之间是没这个比较的 香蕉怎么跟苹果比 完全是不同的一首 虽然是水果 都是水果 但是就是不一样 你比什么呢 如果大家拿到你的新章集 你提醒大家听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不得了 未来的话 你可想尝试什么样的一个音乐曲 我觉得先把我现在这阶段做好吧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通过不同的电视节目 也翻唱一些前辈的一些歌曲 经典歌曲 也尝试了这种的风格 然后一直以来做了一些 说唱的音乐 个人发过的一些这种类型的 也有了一些经验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一个专辑 MIRRORS 可以说是有点找到自己的感觉了 就找到自己的定位 跟那个自我吧 通过不同的经验 总和了一个我吧 华语越南音乐 你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手 哇 那多了 我非常喜欢听周杰伦前辈的歌 除了音乐之外 你就是最爱的活动是什么 工作吧 就除了行程 除了行程 除了音乐 都是在沟通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 因为有些时候 咱们国内已经晚上了 然后其实 美国那边刚起床 很多时候就会这样 所以就变成工作是不停的在进行 他们现在欧美乐台也有很多乐台的歌手嘛 有些是你最近关注的吗 Ed Sheeran Post Malone Anderson Peck Kaleed 你觉得演唱和创作 哪一部分你觉得这么高 不同人不一样吧 就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唱的对自己比较难度高 有一些人就觉得创作的时候对自己难度比较高 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当它是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好难 这种感受 一旦开始的话 我就觉得已经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 我觉得这音乐也好 就跳舞也好 或者什么的也好 都是逼不了的 就是不能硬干 我看到你跟一些品牌出了一些联名款 你对服装设计很感兴趣吗 其实我觉得也蛮感兴趣的 尤其是做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服装系列 如果我以后要做的话 那我自己的系列我会明年就会推出了 这个系列就完完全全的能表达Tim Wayne 有那个Originals的原始的那条线 那条line那条系列 然后也会有以后不同的玩各种花样的 对全都是我自己 我要设计一些东西是我会想买来穿的 这样我就觉得有那个满足感 你觉得国内和国外新的音乐环境有什么不同 方向啊 理念啊 还是音乐人的一些严重 我觉得就是不同地方嘛 一个在海外 一个在咱们中国 你自己在网上看到自己最好笑的感觉是什么 最近都没有什么在看的 就最近都是这几个月都是在专辑一一展演 一起床就到下一天的凌晨了 想你自己的最爱的一首歌 你第一反应是哪一首歌 还没发就是在专辑里面 Bullet the Heart 那个王哥你最近身材找在网上很好吗 也没有 你是怎么练出这样一个好身材 健康就好 而且就可能对我来说的话 我展示一个舞台出来 我是希望每一方面我都尽量做到最好的 不但是我的舞台的一个设计 灯光服装 还有我整个人的状态都是好的 就怎么样才能保持这个人的状态好 我觉得我要保持一个健康跟那个好的体型 但睡觉这件事就没办法说了 就只能这样所以就没办法 你听到粉丝叫您老公内心想是什么的 当然感谢 但我觉得 希望他们还是更喜欢我的音乐 最后说一些支持你的粉丝的方法 谢谢你们一直的陪伴 然后一路以来就是 从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我很喜欢音乐 或者我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创作的时候 你们是那时候是最相信我的人 也是因为这个我今天还在拼 大家好我是王家里Jackson 我的新专辑Mirror's八首歌 希望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